足夠世界紀錄疊兩次 世界紀錄疊兩次 也滿快的 現在我們看到畫面上是 當天在那邊地下街的畫面對不對 對對對 那這個是我 其實玩這個 玩這個的樂趣就是在於 你會一直想要更快 想要更快 你做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這次怎麼有失誤 不行 我一定要更快 然後你就一直玩一直玩 你就玩不停了 所以樂趣就是在 我要一直突破 一直突破 一直突破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是幾秒 16.44 你看這可以足夠世界紀錄的人 玩三次 好啦 其實我這邊也 在旁邊看一看 也想要去玩了起來 對 其實這就是男女老少 都非常適合的一個遊戲 因為它其實不需要什麼變化 它就是照著那個順序 去把你要指定要做的動作做完 對 而且你不覺得很有成就感嗎 成就感 雖然說比我們慢很多 可是你不覺得完成了一個 就是一個 cycle就覺得 哇 我 我已經手忙腳亂了起來 我盪了一件事情這樣子 我的速度應該是你的三倍吧 差不多 加起來的三倍 而且它有一定的規則對不對 它其實那個 那個手勢是方便你 可以完成那個動作 它應該是沒有規定說 你一定要遵照它的意思 你只要能夠跌好 36366然後11就好了 然後最後再回到 回到363的樣子 這樣就完成了 對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現場我們也來玩一下好了 好啊 那你要讓我 好 我可以就是慢慢做 就是講那個分解的動作給你看 首先你雙手按到上面 直到綠燈亮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做 一開始是三個 然後六個 然後三個 然後收 收起來 收 收 然後把三個帶過來 直接做成六個 然後這邊也是六個 然後收 這邊收完之後 就直接拿起來收旁邊的 那失敗怎麼辦 失敗沒關係 就疊起來再繼續 然後接下來就做十個 這是十個 對 然後這邊要 點一下 然後收 收回到363趕快按 好 等一下看一下 31.75 31秒 對 所以剛剛有讓我還是31.75 就是一邊講解一邊做 就是慢慢做 好…那我也來挑戰一下 好 我也覺得我已經忘光光雷了 然後先按Reset 看看 好 好緊張喔 好 開始 三個 六個 對… 六個 收起來 對 收起來 救命啊 對六個 六個 直接做就好 好手忙腳亂喔 對 收… 然後這邊全部收 收成全部都變成一堆 全部都變成一堆 對 然後再拿一個反過來 對 一個正一個反 對 中間… 中間 對…好 全部往右邊收 全部往右邊收 對 然後這隻手拿全部 這隻手拿一個 然後… 對 好 趕快按 對 好慢… 好慢喔 不會 45秒算是 初學者算是OK的速度 對 所以我比影片影片快喔 對… 昨天有練習過有差 對啊 這個遊戲從哪裡來的啊 這個遊戲應該是從 其實不太清楚 應該是西方那邊國家的 然後因為網路上有一些影片 然後就會想要挑戰更快更快 這個人又開始玩了起來 你會帶到學校去玩這個東西嗎 有啊 應該會造成轟動喔 其實也沒有造成轟動 可是大家就會 欸… 也跟著玩玩看這樣 真的耶 還有什麼遊戲 還有什麼遊戲嗎 其實我們那邊還有像陀螺啊 雜耍棒啊 丟三顆球啊 魔術方塊啊 其實… 你們剛才組一個雜耍棒嗎 只要你有任何的技… 應該怎麼講 就是技巧的東西 都可以 都可以帶過來我們這邊玩 扯鈴也可以啊 我們之前也有扯鈴的人 就是來跟我們一起聚會這樣 所以你也會玩魔術方塊對不對 對 可是我解得非常的慢 因為我… 我只學了如何 把魔術方塊解開了 旁邊這個是你的partner嗎 對 他也是玩溜溜球的啊 可是他就是什麼都還練得滿專精的 嗯… 你看看現在他… 他是用單手來解魔術方塊 讓我雙手 喔…有耶 對 所以… 一直在玩這些東西啊 就跟一直打電腦… 一直打電腦一樣 不會被人家說 你很窄耶 其實不會耶 我們是接近大自然 我們不需要局限於我一定要在房間裡 或是有電腦的地方 嗯… 我可以接近大自然再去玩我要玩的東西 你可以走到森林裡面 然後去玩魔術方塊跟疊被子嗎 對… 所以這個在地下街 不只是玩溜溜球 還有一些其他的遊戲可以玩對不對 對… 而且那個人已經… 對已經解完了 然後還在… 還在慢慢的解第三層當中 他已經走了耶 他不理你了 對啊… 喔…怎麼那麼可憐 我們等一下來進那個… 看一下啊 分數是多少 這現在是解完了 對 我也解完了 解完了 那先來看一下你的秒數 我大概就 必須要花到相近一分鐘 56 喔 他好快喔 他單手解40秒以內就解完了 喔 40秒以內就解完了 所以… 那他常常會這樣羞辱你嗎 其實還好啦 就是因為溜溜球而認識的好朋友 對 所以呢 原來在地下街也可以看到 這麼多星期好玩的東西 對 他現在要示範他用雙手解的速度 雙手就應該更快了對不對 對 魔術方塊有一定的那個規則嗎 對 就他會照一定的規則去把它解完 就是你不管弄亂 你要弄亂5分鐘或是弄亂30分鐘 他還是會照他一定的規則去把它解完 那世界紀錄最快的好像有到 八九秒還是… 八九秒就把它解完 對… 不管弄得多亂 對 就是他就拿起來 然後杯子也是… 然後就好 對 就按一下他的計時器 然後就去按那個東西 對 好好玩喔 我都不知道現在年輕人玩的東西 這麼好玩耶 對啊 是覺得那我小時候都在幹嘛 我小時候都在丟沙包 你都是丟沙包 所以你們玩的東西在這個地下街 都可以讓大家一起參與對不對 對 所以跟大家說一下你們是在哪一個地方可以看到你們出沒 我們在站前地下街 站前地下街 稍微找一下就可以看到一群人在那邊 在星光山越的前面 對 它是… 因為那個台北地方很多地下街 有新世界地下街 有台北地下街 台北地下街 中山地下街 捷運地下街 所以我們在站前地下街一定要指名這個站前地下街 站前地下街 而且也有小朋友耶 對啊 因為我們其實還是有人負責在教的 所以如果說是初學者到那邊去 也可以跟你們練 你們也會教他們 對 溜溜球 會 現在這個是你嗎對不對 對… 這是在做單手嗎 對 單手線上的練習 好多人喔 其實你們聚會人很多 對 那我們也會想辦法嘗試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玩溜溜球 其實就是極盡所能的 看你想要怎麼玩就去怎麼玩 對啊 除了溜溜球 還有還有剛剛我們有看到很多其他東西嗎 還有美式陀螺 對 美式陀螺 美式陀螺 又扯鈴喔 旁邊那個人是在玩扯鈴嗎 對 他現在正在嘗試用扯鈴的棍子來